新学期即将开始 太平的新平国小就为即将入学的小一新生们 举办别出新才的迎新活动 在校门口设置验票闸门 让小朋友拿着入学车票通过 象征即将搭上指示列车 而校方也特别为家长举办讲座 建议如何陪伴孩子面对新阶段 携手迎接将有六年时光的小学新生活 在家长的陪同下 小朋友开心的在闸门前拍照 这天其实是新平国小一年级的 新生迎新活动 学校特地打造成铁道风格 还有精心设计车票 象征小朋友即将搭上六年的知识列车 我们孩子呢就是进到小学 就拿到第一张的入学门票 那就好像说经过那个闸门 然后一起拍照 由会长跟我当任那个列车长 然后代表孩子呢能够引领 在这六年里面呢 希望孩子呢都能够航向未来 让他未来起航 不只为小朋友设计活动 校方也针对家长举办讲座 介绍学校的运作 辅导老师也进一步说明 国小与幼儿园的不同 并建议家长们要如何面对 孩子的新阶段 协助亲子共同迎接新生活 家长的这个座谈会 然后让家长更清楚了解 各处事的负责的内容 让小朋友新生入学很容易就可以 融入我们的学校各个生活 各个班级 生活规律的部分又跟 幼儿园不太一样 所以在转换的过程中 或许辅导老师他们说的 对我们真的可以跟小朋友 再次提醒说 要怎么样转换心情啊 然后有什么问题啊 都是可以找儿 辅导老师在做讨论的部分 在这天搭上知识列车的小朋友们 将经历多采多姿的求学生活 校方期许这天为家长与小孩 所设计的活动 能够让他们有自信展开一场 学习与挑战的旅程 记者赖一银台中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